接下来我们来学习一下 CAMERA滤镜顶部的一些常用的设置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素材图 那么在这个素材图的这个地方 有一个小岛 是在拍摄的时候把它拍进去了 那你说我不想要这个小岛 我希望照片里面就只有我自己 不想要这个东西 那我们就可以通过 CAMERA滤镜中 上面有一个命令 它的名字叫不点去除 点击之后 我们的鼠标在这个小岛上点击拖拽 然后松手 它就会自动的找一片干净的区域 给我们覆盖上去 去完成修复的这个工作 当然你也可以去移动它的位置 你可以动一动位置 这样就动一动 我觉得这个会稍微合适一些 然后动了之后 我们可以适当的调整一下 它这个参数 比如说语化 语化的话就控制它边缘的 虚化的这个程度 你可以去调整一下 按照这边的效果去调整就行 包括像不透明度 这些都可以去稍微的控制一下就行 删除怎么删呢 选中它是吧 选中之后我们按住抵制键 就可以完成删除 这是关于我们这边叫污点去除 还是一个非常实用的这么一个工具 这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非常实用的工具呢 叫它啊 叫渐变滤镜 什么叫渐变滤镜啊 选中渐变滤镜之后呢 我把画面稍微的缩小一点 好 从上面脱下来 你发现什么 你发现天空变蓝了 它这个意思就是说 给我们添加一个渐变 用这个渐变呢 去影响我们的这个效果 你可以再往下拖拽一下 拖拽到这种程度 绿色点是起点 红色点是终点啊 那拖出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对这个区域啊 进行单独的调节 比如说你可以调整它的色温 我想要蓝天 那你就把天空温度啊 变得更偏冷一点 就可以单独去控制 而且你下面这个位置的话呢 不会受到这里的影响 一点影响都没有 可以慢慢去调节啊 那曝光值再调一调 然后色温 稍微调一下 对吧 就我觉得简单一调整 就可以了 这个呢 它的名字啊 叫静变滤镜啊 静变滤镜 那么旁边这个呢 叫静向滤镜 这两个的区别就在于 一个呢 是从一个点到另外一个点 一个呢 是从中心向外 这么个区别 我们从中间画一下 好 画好之后呢 你会发现中间这里啊 它就变了 就发生了颜色的变化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 它右下角 这里面有个效果 在效果中呢 你可以设置 它是产自这个内部 还是说把效果发生在外部 你可以自己去设置一下 我现在点到外部 那么这样的话 只有外部会发生变化 里面这个呢 就不发生变化 你看我可以呢 把它的这个色温 也是可以再去调 好像曝光值 这样只凸出我自己 对不对 都可以设置啊 好像对比度 这大家可以自己去设置一下啊 好像高光值 那么像这个大小的话呢 你可以除了有正圆形之外 它也可以变成个椭圆形 是可以来回去发生这个变化的啊 它可以去这样 对它进行一个移动 然后再去微调一下 变大一点 那我这里的话呢 就把它的色温啊 稍微调暖一些啊 我只让上面这里 稍微变蓝一点就可以了 行 那么调好之后呢 我们就直接点击确定 这样就完成了整体的这个调节 所以说这个环节呢 是给大家去介绍了 我们在CAMERA滤镜中 顶部的这几款啊 比较常用的这个命令 我们把那个与中间的下一个 就已经被抓和啊